不满行政院长林全,有意重启合一厂 环保团体大动作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林全独职 众批民进党,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 不要因为用电量大,就要冒险重新启用 停止运转将近18个月的合一厂一号机 应该是要重新来检视国内的能源政策 不满行政院长林全,有意重新启动合一厂一号机 上午多个环保团体来到台北地检署控告林全独职 有将近28%的电,台电不是没有发出来,它就是在维修 环团认为合一厂从2014年12月10号停机到现在将近18个月 已经构成合资反应器管制法第24条 停止运转超过一年以上,视同永久停止运转的要件 而立委也不分蓝绿,口径一致 安全还是有疑虑的之下,那我觉得认为说 这样子擅自的运转我是反对的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行动,民进党委员都说了 这个叫做自打脸,而且是一个很大的法夹弯 各界对于合一厂反对声浪不小 面对夏日供电吃紧,经济部长李世光 接受立法院咨询时强调这是最后手段 那个部分不是一个重启,它其实是这个东西 要不要恢复病联发电 同时我们会尝试着把所有其他能够使用的手段 都放进去之后,才最后来重新处理 到底要不要把合一厂做病联发电 台电公司5月18号,是不是有发文给原能会 跟委员报告这个是有发文的 有发文给原能会嘛,那你们发文申请的阻止是什么 提出这个第一核能发电厂一药机再启动申请 是重启还是病联发电 立委黄国昌认为台电并没有向经济部交代清楚 今年夏天在反对声浪中和一厂一号机 是否会加入供电行列,外界都在看 记者综合报道